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 点击订阅频道 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九鼎流耀眼登场 引发热议 无所不包 一网打尽 近日无所失事的网友们又开始投票了 随后制作了一个 一鱼九鼎的表单 展现了新近的九个鼎流 里面囊括爱豆 演员 歌手等 内鱼和港鱼拳都覆盖了 可谓是全领域全方位都考虑到了 里面人物包含了各色俊男美女 前辈后辈 真的是瞬间就引发了全网热议 大家认同这九个鼎流吗 在女鼎流中 迪丽热巴成为了新的领居人物 自从杨幂离开家庭后 她成为了一姐 然而 与此同时 迪丽热巴也面临着众多热搜话题 私底下 迪丽热巴和杨幂是好姐妹 按理说 不应该有这样的对比 主要原因是 公司需要保持形象 必须将迪丽热巴置于众人眼前 可以说 她确实在这个位置上站稳了脚跟 男鼎流是肖战 肖战虽然经历过全网网棒 有过舆论风波 但她的人气从未低迷过 主要还是演技啊 颜值啊 奈达 后续剧本挑选的不够给力 所以自打陈情令后 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本子 接下来 要是再不发力 真的是要被后生们给抢夺位置和资源了 同样的男鼎流还有很多 比如白静廷 绝望的文盲 王一博 吴磊 王鹤帝等 一部好戏 就可以捧起来一个顶流 但谁的热度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还是看作品的量 以及宣传的广泛性 诚意被定义为自顶流 这其实不够公平 因为诚意的作品质量也不错 和很多女顶流都有合作 实在是不次啊 毕竟也是和杨子出演过古偶剧的人 担任的还是男主角 并且在剧中还一个人分13角 自己当自己的爸爸 直接把女主角杨子的风头都给盖过去了 若是她是次顶流 那谁当顶流都显得不够格了 歌手界的这几位 其实是有明显分界限的 像李宇春 绝对是巨C 因为春晚以及很多节目的新年压轴 少不了她 比起蔡徐坤 李宇春明显更有地位 蔡徐坤占据流量 是新生代中比较出色的歌手 是顶流 但还担任不了巨C 刘雨昕稍微次一点 算是次顶流 江涛是港顶流 前段时间直接被她刷屏了 可见热度蛮高的 而任嘉伦是 昏顶 的确 就连X路寒 都因为关系恋爱 而脱粉无数 人气至今还在修补当中 而任嘉伦 虽然关系恋爱 导致了一段时间的脱粉 但是 她很快就凭借作品 坐实了自己的位置 并且由于妻子是素人 也不故意秀恩爱 大家还是可以 磕得下她和搭档的CP 为此她的结婚 压根没有影响自己的事业 反倒成就了她好人品的宣传 刘雨宁的称号就比较搞笑了 叫做顶流 就是流性中的顶流 当然限制为男性了 因为女性中还有刘诗诗和刘亦菲呢 网友们的脑洞是巨大的 这些人上榜 无论是第一名还是第二名 都是优秀的 人气爆棚的 时下热度高 给予大众印象深刻的 不然不会被提及 你觉得谁才是巨C呢 九位顶级艺人纷纷登场 一下子引发了全网热议 简直是领域的完美集结 而其中 我们当然不能错过 迪丽热巴这位爵士美女的加入 她不仅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更是以出色的表现 征服了观众的心 无论是电影 电视剧还是综艺节目 她都展现出了 非凡的才华和魅力 迪丽热巴的出现 不仅仅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更是艺术与美的完美结合 她的演技精湛 形象出众 无论是什么角色 都能让人忘记她 就是迪丽热巴 完美融入角色之中 她的加入 让这九位顶流阵容更加完美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 她在未来的作品中 继续闪耀光芒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 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